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当一个学佛人变得傲慢的时候 他就会像一个坚硬的固体 在自身心中形成一种障碍 你们看看社会上很多骄傲的人 你们觉得讨厌吗 你们单位里有吗 你们公司里有这种人吗 我们在澳大利亚很多孩子 觉得读书读了好了 看到自己爸爸妈妈 他都觉得很讨厌 没文化 没水平 英文英文讲不好 不要爸爸妈妈去开家长会 你看看傲慢吧 都不知道爸爸妈妈打工 很多爸爸穿着那种装修工的衣服 一叠一叠的钱往里面塞 让孩子补课 门口的装修的车还开着 就是为了让孩子补习 你说爸爸妈妈为了培养一个孩子花多少精力 等到孩子傲慢了 觉得自己有本事了 他会看不起自己的父母亲 这就叫忘本了 你说这种孩子要不要对他们教育 师父就是专门教育这些孩子的 很多妈妈爸爸多辛苦 所以做人 不要给自己制造障碍 要放下 不要傲慢 要看别人都是一样 平等性 要时时刻刻检查自己心中 有没有傲慢性 有一个艾滋病的专家 医生 在联合国 在所有的高级的场所 他讲一次课 天价 他到我们法会上来 做义工 弄了块义工牌子 在那里 班书 你们想想看一个西人 他在联合国讲血血虫病啊 讲血液病啊 就是疑难杂症 他讲一次课是天价 你说这种人 他挂个牌子在那里 班书 去年法会上 有好几个全部都是 上司公司的老总 在那里穿着红衣 功夫 你们根本看不出他是谁 他被一两个人认出来了 哎呀老总你也在这里 放下呀 人家照样穿着 衣功夫在那里 所以人要放下架子 要去除傲慢心啊 傲慢心 像一道坚硬的墙壁 你会将自己的心 封闭起来的 老公傲慢 看不起老婆 老婆傲慢 看不起老公 孩子傲慢 看不起父母亲 不能傲慢啊 你会将自己封闭了 哎呀这些是垃圾 我不要跟他们讲话 你不是把自己封闭起来了 你就会无法接受到好的理念 和菩萨传给你们的那些教义 好的教义你们都忘记了 所以你无法从别人身上学到 有益于你修心成长的好的精华和经验 师父为什么懂这么多啊 我听啊 记啊 从小一个长辈跟我讲 你把别人的经验 学到自己身上就是你的了 所以我就一直在学 很多时候傲慢的形成 实际上就是一点小小的自我优越感 不要觉得自己很优越 人在慢慢的傲慢之火当中 今天傲慢一点 我跟他不能交朋友了 这个人很讨厌 这个人很麻烦 一点点傲慢 每一天增加一点 在你的心中的傲慢之火 可以燎原啊 最后把你自己烧死啊 傲慢的人谁理你啊 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的 哎呦 学历高了 哎呦 钱多了 哎呦 长得漂亮了 我告诉你 没有一个人没有优点 也没有一个人没有缺点 任何一个人不会把优点全部集中在他身上 也不会把缺点全部给另外一个穷人的 每个人都有优点缺点 所以不要看不起别人 哪一天等你死了之后 突然之间看见他在天上 说不定他到地府来救你了 你还很感动啊 所以要懂得这些道理 有的时候在心中一点一滴的傲慢都会造成你不堪设想的后果 要马上纠正 男人啊 很多时候啊 一点本事都没有 还要傲慢 我是男人 他也觉得有傲慢之心啊 任何人都有优点缺点 所以师父跟你们讲 受到表扬的时候 心不要动 因为一表扬你 心一动 就会执着 你看我是好人的 你看表扬我了呢 所以我有时候表扬我们秘书处的小朋友 他们都跟我说 师父你不要表扬我 一表扬我就要骄傲 我控制不住的了 有道阿姨就是 阿姨你做饭做的真好吃 第二天就做糊掉了 所以师父跟你们讲 一个人被人家表扬了 要记住 不能增加我值 不能产生优越感 不执着 不执着的人走遍天下都不怕 谁都喜欢 我们到那个饭店吃饭 好啊可以啊 我都喜欢 你喜欢点哪个菜 什么菜我都吃 你说这种人人家喜欢还是 不要 我一定要吃那个 我一定要这样 我一定要这样 你说哪个人受人家欢迎啊 所以希望你们要懂得精进 坚持不懈的 去改变自己的执着心 努力去除我值 放下傲慢 修行人要想一想 我们一生修行 不就是要脱离六道轮回吗 而六道轮回的根源之一 就是我们执着我个人的得失啊 你不执着你个人的得失 你不会轮回啊 所以学博人不执不贪 自有成就的一天啊 所以一个人不要去贪 而且不要执着 你一定会成功的 什么叫执着 我就这样 我就不买账 我就是这么认为的 我就这么做的 我就 他就总在上面 所以要消除这些执着 不值不贪 天下一切事 要心中明白 哎 究竟归空啊 这世界上一切 哪件事情你们能带走的 全部都是空的 过去的仇恨啊 喜怒哀乐啊 在临走那一刻 完全变成空了 你们年轻时候吃过多少好东西啊 玩过多少地方啊 有过多少喜怒哀乐 快乐的感情和失落的痛苦 一切在走的时候 全部化为乌有 随着你 掉瓶里的水 慢慢的消耗掉了 你说有什么必要执着啊 要面子 面子害死你们的 面子是执着的一个基础啊 你怎么会执着的 要面子呀 要什么面子啊 人啊 因为自己长得好看难看 你只要对着镜子照个两个小时 再化化妆 你出来觉得自己 很漂亮的 忘记了 别人是会怎么看你 你索性自然一点 人家喜欢你的性格 喜欢你的语言 喜欢你的意识 喜欢你助人为乐的那种精神 人家看见你这个脸 虽然很讨厌 人家也会爱你 你画了再好看 你也好看不到哪里去的 你心恶呀 人不善呀 人家看见你就讨厌呐 所以人的执着是慢慢形成的 事不告诉你们 不要执着个人得失 你今天得了也会失 失了也会得 终究归空啊 什么都得不到的 房子啊 房子啊 到最后 人一时明智转换 钱什么都没有 一切归空啊 所以修行的成就 那才是最最真实的 因为当你修行之后 你了解了你自己 你知道自己这辈子来干什么 这就叫明心见心 你们现在知道你们来干嘛的吧 你们到人间来还债 来讨债 来干嘛的 来帮助别人 来救度众生 那你就明心见心了呀 你来玩的 现在最不能的就是 不能浪费时间 你们谁浪费时间 就浪费生命 这一分一秒过去了 就没有了 时间一年一年呢 浪费了 你们浪费太多时间了 你们做了多少好事 你们改了多少 你们的心灵当中 纯洁了多少 你们为别人做了多少好事 你们念了多少经 你们有什么能力 来让自己家里很多人改变 你们家里人生病了 你有办法能够使他复活吗 你要有功德的 你没功德 你怎么救家里人呢 功德哪里来的 睡出来的 浪费出来的 师父叫你们要懂的 做人要有滴水穿石的信心 石头 石头这么硬 为什么这个水一天一天这么滴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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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样把石头跌穿啊 所以一个人要天天做好事 你们要成功努力 最后把石头都给跌穿 如果你们有这种精神 就这么修 就好好努力 你一定能成普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